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鬼叫的故事 这些事情 然后呢,这个其实跟已经有关系 我相信很多男孩子会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你会梦见 一些村门 或者去梦见一些跟女孩子做那方面的事情 然后醒来之后呢 有时候是当场会醒来 有时候是隔天早上才醒来 醒来之后就发现裤子里面的撕雷大片 那这个 这种情况呢,有很多朋友有遇过 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我教洗髓工的过程里面呢 我也遇过了这样的事情 有一些朋友来找 他的年纪其实也不大 但是他呢 他也是因为平凡的移经 所以会去 找一些中医师啊 或者是吃药啊 或者是一些练一些工法 练了各式各样的工法 在他还没有来练洗髓工之前 他练了许多的工法 但是他觉得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效果并不大 还有人说移经的时候就去打坐 这个更是对那个没有帮助 所以呢 刚刚移完经的时候呢 整个人是腰膝酸软的 整个人经济是 经济是没有的 然后呢在工作或者是日常生活中 或者是在两星冠军场 都有很大的阻碍 所以 他们来练了洗髓工之后呢 就把这个解决了 那 什么是洗髓工呢 这个我前几年 也是在推广 现在也是在教很多人 不过这个方法 比较特殊 这个方法呢 就是在男性的生殖机关上去 绑上众物 然后来让 利用这种方式来锻炼你的身体 这个工法的来源呢 其实是属于道家的 为什么道人会去做这事情呢 因为 以前的道家的 要修炼 一定要是打坐的 所以 当你打坐呢 打坐到一定的功夫之后呢 当你能够入定 静而生动 但道家有句话叫静而生动 当你能够入 静的时候你的能量就会起来 这个叫一阳来步 又叫做活止时 止的时候是晚上的时间 但是活止时就不一定了 活止时就是指的是你 当你能量足够的时候 生气来的时候你的那一个 男性的器官会硬起来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同时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你会控制不住 然后你就会泄精 这个我看过很多的书 我看过非常多道家修炼的书 凡事里没有讲到 讲打坐的方法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有没有讲到如何解决 已经的这个事情 才是这个这本书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有很多人 打坐呢 想要指已经 但是不是 其实没有 因为你越打坐你身体的 越容易达到活止时 能量越足够 然后就卸掉了 所以你再想想 经常打坐 经常移境 经常打坐 经常移境 然后这个能量一直 一直高上来 然后又下去 高上来又下去 结果最后身体是不太好的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 以前有一个朋友 他来跟我学习水溝 然后他说 他学习水溝的目的就是 希望打坐不要移境 因为他去过中南山 他去中南山呢 发现 他拜访了很多人 很多人 就中南山在那边修行 你不要以为他修行就 很那个 其实在深山里面修行也是有时候也是挺危险的 如果他没有法脉去保护的话 通常 山里面就有一些乱七八糟 对 所以山里面 一打坐 打坐好了之后 就已经 打坐完之后就已经 所以那身体 有很多是身体不好 所以他来学习水溝 是为了把下面的这个把他顾起来 所以以前的道家人士 就会想 既然打坐了已经 想法很简单 那我就拿个绳子把他绑起来 绑起来还是会 所以就会想说 这是不是力量不够了 所以慢慢的就加重重量 最后就产生了道家 洗水溝的这门功夫 洗水溝的这门功夫 所以呢 这就是 经过几代的传承 就慢慢有这个功夫 就可以把移境的问题解决了 另外还有人说 老师不是有说那个 金满自益吗 将你精气满了之后 你又把它移出来 这是正常的 但是其实呢 从道家养生的角度来说 金满自益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金是 我们吃东西吃到身体 里面之后 它经过转化 然后产生来的经验 这个经验是很宝贵的 你就把它这样就移掉 那是很可惜的 那 尤其有很多人会 有很多医师 学习的 觉得这是很合理的 你身体会满 满了之后就把它卸掉 满了之后 想要卸掉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道家 不是这么去理解的 道家是认为说 你一定要把这个 定器要做一个转化 注意 这个是最关键的 你一定要会转化 所以 道家就 有洗水宫里面 我们会讲一个叫 还精补脑的 还精补脑 就是你把你的精气 经过转化之后 去补上你的脑 因为如果你学过中医你就知道说 我们人大脑 大脑有脑水 脑水下来是脊髓 脊髓下来是脊髓 脊髓下来是通下面的 盛气 这个是一连贯的 所以一般人 一般人呢 你盛气满了就往下卸 卸下去之后你会得到快感 但是身体是不好的 道家要修炼 就是从后天转为先天 后天转为先天 后天是什么呢 后天就是顺着把他排出来 先天就是把他往回 返回去 所以 黄河逆水流 道家一句话叫黄河逆水流 就是你要把他往下的把他返回去 他怎么修炼 就是藉由这个功夫 好 那 在这里呢 我就跟大家举两个例子 举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是以前的朋友 他还跟我学的 在学之前的他们也是 经常做春梦 然后就移经了 然后学完之后呢 他就很开心的跟我反馈 老师他现在做春梦之后呢 就不会移经了 做春梦不会移经 但他想要移经的时候呢 自然 身体里面就会产生一股能量 把他挡住 然后把他返回去了 所以 这就是 练功夫 练功夫有各种功夫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功夫 尤其是中国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功夫 但是呢 有些功夫是 对你没有太大的效果 但是有些功夫 像我教了洗髓工 洗髓工呢 就是可以让你身体自己 产生这个能量 当你快要移经的时候 你就把他 把他止住了 所以 移经的问题 其实不可怕 移经的问题 其实不可怕 因为我教过太多人 那我今天要讲的事情呢 叫做 鬼焦 鬼焦 这个事情比移经还要更深入一点 去讲 因为 除了移经 移经你以为是身体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多年的经验下来 这个不是 移经是你身体上还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在吃你的精气 这个呢 如果你去看 地藏经 你去看地藏经 地藏经里面 就会说 有一种鬼叫 淡精气鬼 淡精气鬼 淡精气鬼呢 就是专门在吃你的精气的 专门在吃你的精气的 这个人 这个可能大家不晓得 但是 你如果去查 确实有这种东西 确实有这种东西 人 你要想想人 你如果要 饱的话 肚子要饱 你是不是要吃食物 那如果是鬼呢 鬼如果要饱 那当然就是吃人的精气啊 所以人的 你如果身上会有淡精气鬼的话 你就他会让你又想要移经 所以 这个我以前也处理过 就是有个朋友 他觉得下面总是痒痒的 好像有人 就是像 他跟我说就这样 好像有 抖 就是有 虽然是平常他觉得有 抖在摸他的那个会音 一直让他想要移经 然后他就卸掉了 每次睡觉的时候都发生过这种事情 所以 你也觉得 都没有人 然后但是你这下面好像有人在抚摸你的下面 然后让你射出来 所以 确实有这种鬼 确实有这种鬼 只是 大家不晓得 一直把他 视为无极之弹 但是你如果听 听过几个人说了你就知道这事情是真的存在 好 然后呢 这个我朋友了 这是 就是因为有个朋友他也是来找我 他跟我说 他年纪也不大 他其实年纪也不大 他也还没试死 但是他就是 一方面就是在睡梦中的时候会 梦到跟鬼交合 就是所谓的鬼交 另外一个就是在 那个小便的时候 小便的时候你会感觉 已经这个旌旗就顺着向下流出去了 所以 这个想一想其实也是 挺可怕的 因为你要晓得 一天 你如果 晚上 梦移的时候 梦移的时候一天一次你就隔天起来就知道 精神是非常萎靡的 没有什么经历 但是呢 你如果你每次小便你都来谢这么一次 每次小便就谢这么一支井 那身体久了之后他肯定是受不了的 可能是受不了都快挂了 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个 这情况有多久了呢 那大约有三年 大约有三年了 然后呢 这个我们就得查嘛 因为这事情比较奇怪 所以我去查 然后呢我查了之后呢 就发现他怎么 身上还有四个英灵 有四个英灵 四个英灵 1234 我问他说数了 那我就问他说 有没有流产的小孩没超度啊 然后他说 他也还没结婚啊 所以不应该是会有这个英灵的 那我就想那是不是家族里面有了 他说家族里面也没听说过 然后呢 那我就另外还 以前我也有遇过 一些人 他就去找小姐 那让小姐流产了 那那个英灵没办法 他又会回来 所以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这个找小姐的这个过程啊 因为这个 但是这个比较私密 我就比较 私底下问他 他说也是没有 所以把这些东西都排除了 发现 那这辈子其实也没有跟英灵有关系 那既然不是这辈子 那我们就再往上查 然后查一查之后呢 原来 发现这个是在 前三世 前三世他 对人家 做不好的事情 前三世他把人家杀了 我们想 前三世怎么算的 我们现在在算这一次 这一次上一次就是第一次 上两次 上上一次 那个就是第二次 上上上三次 那就是第三世 在那一 那一次的时候呢 我就 他就把对方杀了 当然 对方怨恨 也是非常大 所以到了这一次 这些冤军在主 他就过来找 所以 当然要找你逃命啊 逃命的方法很多啊 有的就出意外 有的就是出一些雪光 有的就是 干啥 这一次我就是 见识到了 他不直接 让你出意外 直接让你卸金 这个卸久了 卸了几年之后 自然人也就挂掉了 这也是一种逃命的方式 所以 我们 但是这个呢 我就让他自己 自己去感受 我就问他 他可以利用能 能量摆动的方式 就是我常常在群里面所说的 你就站起来问 是不是有 有英灵跟着 如果会向前 就会会向前 就表示有 好 所以呢 就我们 就跟他查 查有这件事情 然后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但他 他觉得身体有不往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我要继续坚持下去 坚持就是鼓励他 鼓励他 我就很好奇 那鼓励的声音是来自于哪里 所以我查一查 这个 这个声音是来自于他的前七世 他往上数第七世 第七世的时候 他曾经救了一个女的 救了一个女的 所以那个是那个女的就来保护他 虽然他没办法给他怎么样 但是他在撑不下去的时候 无形之间就会给他一个声音 然后让他让他去撑下去 好 所以呢 然后呢 这个我们 道家就是给帮他处理嘛 就是 跟他说 那我们就把这些超度好了 然后 经过一些沟通啊 一些沟通的方法 跟他无形沟通 是不是可以走啊 是不是在杨老师这边能够做超度啊 超度完是不是就不会再回来了 那这些鬼呢 他也就答应了 就答应 因为 这其实也不是我的力量 我的背后还有祖师爷的 还有 龙虎山天师傅的那一些 所以我们能够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在想 虽然 那位来救他的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也是挺不错的 但是人鬼还是殊途 不一样的空间职场 所以我就问说 那我们也把他超度吧 然后也让他问一下 是要超度但是他说 一刚开始 他说能不能把你超度那个女的说 说不要 说不要 那 我就想 其实 不要其实也不是说要缠着他 主要就是因为在 七次的之前 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是有恩于他的 有恩于他的 所以 既然有恩于他这一辈子就想要来报恩嘛 想要来报恩就是待在他身上 所以 那怎么办呢 不能硬来啊 我就跟他说 我们跟这个女鬼 在帮助他的说 说一些感谢的话 谢谢他这辈子来帮忙 所以 不过呢 待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去如何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 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谢谢他来帮我们 然后到时候 再 会把他超度走 然后让他再去问 这时候那个女鬼 那个来帮助他的 我就同意了 好 这个就是最近跟大家分享 遇到的一些 跟鬼桥有关系 所以 如果你会平凡移经的话 会做春梦 会梦移的话 其实这个 我觉得是不用太在意 因为 只要练了功夫 有一些案例 但是这个今天不是讲这个主题 就没有特别展开来说了 只要你练了功夫 练功之后 自然这些都可以解决的 另外还有我最感慨的就是我们人一定要多做好事 多做好事 因为 你也许 这一辈子你做好事的 你这一辈子没有把这个 这个报答拿回来 但是也许在将来某一世呢 你就会 人家就会回来报答你 甚至 救了你一命 这个真的很难讲 就很难 就像我今天这个朋友 他前三世杀了人 但是救他的是前七世 他曾经帮助过的一个人 所以让他 一直还能够到现在 这也是 一个很特别的 我觉得也是 勉励我们一定要好好做好事 做个好人 这是非常重要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 故事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